大家晚安 气象局持续发布18号台风太厉的海上台风警报 今天晚上8点钟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北的东方 大约390公里的海边上 由于它所处的环境场仍然有利于它发展 在过去它强度又略为增强 不过包半径仍然维持220公里 我们预测未来它还是会以西北方向 然后再转北北西的方向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过程当中 就会影响台湾东北部及北部的海面上的一些天候状况 在这里当然要特别提醒就是海面上的风浪情形 至于浪高的情形 今天目前观测到最新的浪高 在北海岸已经有4.4公尺的浪高 今天入夜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我们预测在基隆北海岸这个地方 应该还有机会出现4到6公尺的浪高 提醒海边的民众要特别要注意 至于风的部分 我们预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过程中 在台湾的基隆北海岸 预计会有9到10几的比较强的阵风 而在台湾西部的沿岸 特别是在台南以北地区 以及东部的沿岸的部分 也有8到9级的阵风 所以这一次海上警报 当然主要影响的是在海面上的风浪状况 至于下雨的情形 我们用我们的定量降水预报 来跟大家说明 在今天的晚上到清晨这段时间 主要下雨的区域 当然主要还是以台湾的北部迎风面地区 可能会受到地形的强迫作用或是一些外围的云带影响 所以下雨的区域当然以这两个地方为主 不过整体来讲这个雨量并不会太多 所以这些台湾其实对陆地上的降雨情况 并没有太大的这些影响 倒是要提醒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 雨量累积或许不会太多 不可能有一些短时间的一些强降雨 这是稍微流域的地方 而至于在白天之后 在我们的北部的地方 还是降雨稍微明显的地方 另外就是在我们中南部的山区的部分 还有一些午后局部的雷战已发生这种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过程当中 正是台风暴风圈稍微靠近台湾地区的时刻 所以在海面上风力都会比较明显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以上是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